本书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立场 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2021年看行面试 虽说百年史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 但并不是教科师那种排列式的写法 而是想办法用简明易懂的语言 通过有意思的小故事或者某个世界 表现出中共的所谓特点 本书开篇就写了一则小故事 关于刘少奇的川普 他在国家主席的时期睡的是没有脚的船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为了睡着的时候 就算从船上滚下来也不会受伤 就把船脚去掉 船就变得比较低 那么为什么从船上滚下来 那是因为吃了安眠药 当时日常吃安眠药的不只有刘少奇 中文来呢 毛泽东 邓小平 他们全都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就在这本书里 我把类似这些种种的疑问作为四材 解释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 它的领导者们又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掌握整个国家的政权 同样的 一百年前党成立的时候 公论这一概念是如何被理解的 马克思主义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对于这些问题 我也通过第一手文献在书中给出了答案 除了这些以外呢 还写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共同点 写到国民革命时期 也就是北伐时期 从今萧城上社会话题 妇女裸体游行事件 的它的真相是什么 当然 还有看日战争中 八路军的积极性问题 延安整风时期 党员隶属于组织 文化隶属于政治的具体发展过程 另一方面呢 对一些西安部潮道化问题 我也尝试进行的探讨 比如共产党的书记 为什么权力那么大 党能用国家的钱吗 等等等等 若是读了这本书 应该就能轻松掌握共产党之所以 共产党的理由 除了这些以外呢 正因为讨论的主体比较严肃 为了不够分片重政治的话题 本书还特意准备了13篇 有关中国流行歌曲的小专栏 从国际歌到习近平复联彭丽媛的歌声 就是那个 《我们的家乡》那个歌 应该能知道 歌曲是怎样表现共产党的世界的 另外 经过翻译中文版 应该也有几独特的趣味 本书本来是面向日本读者而写的 因此呢 在中文读者看来 应该有不少详细性的内容 所以说 通过阅读本书 我认为也可以探求普通日本人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尝试和印象